卫生局4月初接获了优奇公司自主通报 其生产的黑胡椒细粉 疑似验出了苏丹色素 上游是高龄农贸 除了要求业者要预防性下架 新北市卫生局认为 业者通报的检出值是零介值 于是就送到了食药署进行复验 现在结果出炉 优奇公司的黑胡椒细粉 确实验出了苏丹红3号 不过抽验其上游两件的原料 黑胡椒都是没有验出有问题物质 食药署表示可能是制成被污染 或者是有黑胡椒原料外的业者 另外添加了其他的产品 不过依旧有待新北市卫生局 进一步的进行行政检查 但是因为确实也验出了苏丹色素 所以不合格的产品 将会全数的依规定下架销毁